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无肉而不欢 那么素食主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长期吃素的好处 长期吃素可以减少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为长期吃素减少了脂肪的涉及 胆固醇的含量也相应的减少 有研究表明 素食主义者患高血压的患病率 要远低于肉食者 食用素食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膳食纤维 起到了软 肠通便的作用 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 新鲜的蔬菜水果 可以增加维生素的摄入 同时增加抗氧化剂的摄入 长期吃素食有哪些坏处 素食虽然好 但是长时间食用素食 也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要靠多种食物的共同努力 一起来提供 长期素食亦造成一些营养物质的摄入不足 比如蛋白质偏低 蛋白质作为组成一切细胞的重要成分 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长期素食会导致体内蛋白质的摄入量严重不足 会造成人体消瘦 贫血 精神不佳 记忆类减退等问题 长期素食还会增加换结食的风险 如何更健康的吃素食 长期吃素的人要注意丰富自己的食物种类 素食是必不可少的 还要有各种新鲜的蔬果 注意增加自己的用餐次数 保证自己的热量需求 长期素食也要注意适当吃鸡蛋 牛奶等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另外还可 以适当补充一些坚果 来维持自己的营养需求 素食有好有坏 还是要自己掌握 保证营养的均衡 各位朋友 你觉得坚持吃素 对身体是好的选择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